在北方,春天空气干燥且多大风,急易出现沙尘天气,这就导致了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急剧增多,从而导致空气质量下降, 特别是对人体有害的可吸入科令物浓度也急剧升高,这就是春天各种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原因,春天吃银耳,滋阴润肺,在一定程度上可预防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,是一种不错的药食通源的食材, 一,银耳的营养成分,银耳的蛋白质含量不高,但氨基酸的组成对人体较为理想,有研究显示银耳蛋白含17种氨基酸,人体所必须的8种氨基酸除色氮酸外,其余7种均有, 且其中对人体特别有益的氨氨酸较为丰富,由于氨基酸的比例更接近人体需要,所以更易被人体吸收, 碳水化合物是银耳的主要成分,其组成有多糖、丹糖、糖醇等,其中银耳多糖占肝重的60%以上, 黏性强,是银耳的氛染物质,银耳富含矿物质,有硫、磷、铁、铁、铭、钾、纳基多重微量元素,可平衡人体的新陈代谢,银耳含脂内较少,但多为磷脂, 这对高血脂、高血压急动脉硬化患者有益,银耳还有银耳多糖,老年便秘患者食用后,症状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环节, 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及维生素必足的,营养丰富,老少皆宜,二银耳的药用价值,银耳作为福正顾本滋补药,在中医学上占有重要位置, 自古以来,国国就有用银耳食疗和药补的历史,中医认为,银耳为甘性瓶,入肺未肾三经, 具有自阴润肺,养胃生经,补肾易经,强心结案脑衣,安神定止之功,可用于治疗虚脑可存, 弹中带血,便秘下血,妇女崩漏,心悸失眠,头昏耳鸣,夜未梦多,脾尾时困, 体倦乏力,腹胀等症,对身体虚衰,病后体弱者有滋养不状失效, 银耳还可减缓人体衰落,美容养也,可以说是药中真品, 现代中医学对银耳有了进一步认识,常用银耳防治多种疾病, 如慢性之气,肝炎,胃炎,胃肺炎,胃肺痒,白血细胞,减少及神经衰弱等症, 疗效甚佳,三,银耳吃法多样,银耳可一月红枣, 百合,枸杞等熬成汤羹,也可做成银耳粥, 还可以凉拌或做成银耳牛奶银等, 做法多样,操作简单,您在家中就可轻松烹饪, 是春季养生的必备佳品, 各位朋友,你喜欢吃银耳吗? 你还知道银耳有哪些特殊的食疗效果?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分享你的养生经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